当我们设定目标的时候呢 表象的是我们给我们的RAS System定了一个坐标 想象这个RAS System像我GPS一样 如果你现在在家里 或者现在在Chassel 你要去一个你没去过的地方 然后你有车子 那这个车子可以是地产 可以是导师 可以是你做的现在的专业 可以是你的营销 可以是你的微商 可以是任何的形式 这是你选择的车子 但是不管你开什么样的车子 你怎么去到一个你从来没去到的地方 你的GPS System呢 在你的大脑里面 你要先定坐标 OK我要去的是那个地方 那怎么定坐标 Set Go 所以当你Set Go的时候呢 你在你的大脑里面呢 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在那里 你Take Action 你的大脑就开始 哦我要去那里 所以呢我每天 就是你开始坐上你的车 你开始开 那你开开开 哎这条路那我先开出去吧 我也不知道 那我开出去 前面有好几个转弯 Decision 那我应该往左 往前往右呢 所以当你的IAS System呢 Activate了以后呢 你在 所有呢 在你面前出现的机遇呢 那你的大脑呢 都会去抓住那相关的七个信息 然后让你呢 去尽快地到达你的目标 但如果你没有Go的话 你的大脑会Grab Wallet 你没有给你的大脑设置的GPS 你没去过那个地方 然后你又不定坐标 那你怎么去呢 你只会在原地打转 这么多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